大家好,我是李硕 这里是孔子评传四世讲 让我们一起走近孔子 了解春秋历史 上一个模块我们讲到 孔子差不多是在 三十岁左右成家立业的 所谓三十而立 三四年后 他换了份更好的工作 去大贵族家里当了家庭教师 事业可谓是前途无量 但这份工作只做了一年多 孔子就选择了流亡齐国 从此他陷入了 长达十五年的人生低潮 而这一年 孔子才三十五岁 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让孔子的人生遇到了拐点呢 让我们一起回到 他三十五岁那年 从鲁国的一场内战说起 之前我提到过 鲁国的政权 长期是三环家族在控制 这一天天下来 国君鲁昭公肯定很不满 再加上 三环横行霸道 鲁国其他贵族对他们也有不少怨气 这些不满跟怨气日积月累 终于在孔子三十五岁这年爆发了 不得知的贵族们跟鲁昭公家族联合起来 准备发动内战 消灭三环寡头们 但可惜 打了还不到一天 国君这边就失败了 然后鲁昭公这一派 就逃去了齐国 如此一来 鲁国就没了国君 三环里的头号人物 季平子 就成了实际的掌权者 虽说在春秋末年 各诸侯国的内战都不少 但对鲁国来说 却真的是破天荒头一次 对于关心政治秩序的孔子来说 无疑也是件大事 更何况 孔子现在正好是三环里 孟孙式的家庭老师 可我们都知道 孔子是主张中军的人 那他会支持谁呢 当然 孔子是没资格直接参加内战的 因为他现在只是个家庭教师 地位低 也没有私家武装 不过 等内战打完 孔子总要在三环跟昭公之间 做个选择 客观来看 跟着三环挺不错的 一来 他是孟义子的老师 而孟义子又是这场内战的关键人物 正因为他 三环这边 才能一下子压倒国君的势力 甚至把国君赶走了 所以内战之后 孟义子在三环里面威望大增 孔子的身份 自然也跟着水涨船高 同时 原来站在三环对立面的好些贵族都逃走了 空出来很多职位 急需人才进行补充 这些对孔子来说 都是好消息 只要他一心跟着孟义子 跟着三环走下去 注定前途光明 但就在这个时候 孔子放弃了大家都看得见的好前途 辞去了孟孙家的工作 离开鲁国 去了齐国 关于孔子这个决定 司马迁的史记 只记载了六个字 鲁乱 孔子是齐 翻译一下 就是鲁国发生了动乱 孔子到了齐国 这听起来没什么问题 发生了动乱 要找个安全的地方躲一躲 这很合理 但我告诉你 这个说法 其实不成立 根据最权威的史书 左传的记载 鲁国并没有发生长期动乱 因为鲁昭公和三环的内战 充其量只是屈腹城内的一场巷战 而且也只打了一个白天 当天晚上 鲁昭公一伙人就逃到齐国去了 这之后 三环完全掌控了鲁国 国内的局势 不但没有变得混乱 甚至可以说 比国军在的时候还稳定 毕竟三环的对立面都出局了 不是被杀死 就是逃到了国外 所以 孔子不可能是因为鲁国局势动荡 担心不安全 才去齐国避难的 那 他到底为什么要放弃大好前途 跑到局目无亲的齐国去呢 咱们不卖关子 直接告诉你答案 孔子去齐国 是去追随流亡的鲁昭公 这可不是我随口乱说的 虽然史书里没有明确的记载 但根据已有的史料 完全能够推测出这个答案 你肯定听说过 这孔子啊 最重视君臣关系 君臣道义 最讲政治秩序 如今 三环和国军翻脸打内战 还把国军赶跑了 这可是妥妥的犯上作乱 孔子如果再为三环工作 岂不是和自己的学说 自相矛盾吗 他可不是言行不一的人 他提倡的政治理念 当然要以身作则 自己去实践 为了道义去齐国 追随逃亡的国军 这一点很容易理解 因为这跟孔子常见人设 太一致了 但孔子这么做 并不只是为了道义 事实上 他还有现实层面的考虑 简单来说 就是政治投资 你想 这之前的孔子地位很低 根本没有为国军服务的资格 但现在 鲁昭公已经被赶到了国外 只有一个小小的流亡朝廷 那应该就比较容易接近了 甚至可以在流亡朝廷那儿 获得一个关系 想来也不会太困难 再说 如果鲁昭公日后能杀回国内掌权 孔子就成了老苦功高的左命元勋 前途一片光明 这可不是我的主观异端 春秋时候 这样的先例可不少 当时经常出现贵族打内战 把国军赶出去的情况 一般来说 国际社会都会进行干预 要么是出兵帮忙 要么是施加外交压力 总之 要尽量帮助流亡的国军 重新回国掌权 那些跟着国军流亡的大臣 也往往都有不错的前程 比如说 就在鲁国这次动乱的前几年 他的邻居魏国 也发生过贵族内乱 把国军为灵宫赶走了 不久之后 在七国的帮助下 为灵宫又杀回去掌了权 那些跟随他流亡的贵族们 都受到了加官进爵的回报 可以说 追随流亡的国军 是一种政治投资行为 回报率很大 成功率也很高 魏国这件事 在当时很出名 孔子还发表过一些评论 史书里面也有记载 那现在 孔子看到鲁国的变化 想要搏一搏寻找机会 也很自然 刚才说的这两个原因 君臣道义跟现实回报率 既符合人情势力 也符合春秋那时候的政治游戏规则 更别说还有很多成功先例 所以 孔子那时候的人 都比较理解孔子的这个选择 我们后人呢 根据相关的史料 也能够推出这俩原因 但这里 我还要告诉你 孔子追随昭公去齐国 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隐秘的 非常个人化的原因 那就是 他要和杨虎针锋相对 这是一般人都不知道的 不管在当时还是现在 那接着 我就来给你具体分析分析 你可能还记得 二十年前 在继孙室的大门外 杨虎驱逐了前来赴宴的孔子 说他没有事的资格 从那之后 这俩人就结下了梁子 孔子一直把杨虎 看作是自己最大的假想敌 那如今 面对鲁国的大变局 杨虎是怎么做的呢 杨虎本来在继孙家当顾员 内战的时候 他选择继续给老板 也就是继瓶子当打手 在三环跟国君之间 杨虎主动选择了三环 他这个人 不像孔子那么学纠气和理想化 他更现实 想出人头地 所以 他不会像孔子那样 去纠结道义 对杨虎来说 给三环打仗 就是他的人生机遇 还别说 杨虎这次看得真准 你想 这鲁昭公逃亡到齐国以后 肯定想打回来呀 三环这边呢 为了自己的权势 肯定要抵抗 甚至还想主动出击 彻底消灭鲁昭公的小集团 以绝后患 这打仗的机会越多 杨虎出人头地的几率也就越大 杨虎这个人 身强力壮 勇武善战 很快他就脱颖而出 成了三环的心腹干想 既然孔子把杨虎作为自己的参照 那么看到杨虎的这个选择 孔子于公于私 自然都会投奔正统的国君一方 选择了国君 就意味着他站在了三环的对立面 也就是站在了杨虎的对立面 你看 个人恩怨跟家国情怀 在孔子这里都纠缠在一起了 要是孔子的政治投资能成功 等鲁昭公成功杀毁鲁国掌权的时候 孔子就很有可能荣归故里 加官进爵 而杨虎呢 不出意外 会变成一个彻底失败的反面人物 如此一来 孔子算是一血前耻 报了仇了 这会是何等的快意恩仇 听到这里 你应该就明白了 孔子这次去齐国的原因 不是实际说的什么躲避战乱 事实上 他是基于道义 现实和私人恩怨 三方面的考量 自愿去齐国 追随流亡的鲁昭公 说来也巧 在动乱前一年 少主人南宫敬书刚送给了孔子一辆马车 现在正好成全了他这趟说走就走的旅行 那孔子这次去齐国 有没有带家人和学生呢 史书没有记载 从一些旁证看 应该是带了家人 也就是夫人和孩子 因为到齐国以后 他急于找份有收入的工作 如果是单身一个人 就不用这么着急了 至于他的学生们 除了孟义子和南宫敬书 这兄弟俩 其他大都是穷人 没出门的钱和条件 很难离开鲁国 从史书的记载来看 很可能只有子路陪伴着他 好了 在这一讲我们了解到 面对鲁国内战之后的局面 孔子选择了去齐国 去追随流亡的鲁昭公 说起来 孔子去齐国的这个决定 非常大胆 而且很有创意 这样来看 孔子并不只是一般印象里 那个举谨的老学究 更不是光会说 不会做的书呆子 他其实非常有冒险精神 作为一个事业上升期的年轻人 他敢拿自己的前途 进行一场大赌博 期待道义和仕途的双赢 甚至还要借机 洗刷自己受到的耻辱 那孔子去齐国之后 能挣到前途吗 他这次冒险投资 会成功吗 下一讲 我们继续 在课程里 我附了篇背景知识 详细介绍了鲁昭公 跟三环这次内战的经过 同时还分析了 他的深层根源 知道了这背后的原因 也就能明白 为什么春秋贵族制度 不能持久 这些内容 由于时间的缘故 正文里就没有展开了 你要有兴趣 可以去读一读 好 我们下一讲见 像 我们下一批 我们下一批